重创本地经济及楼市。过去两年楼市高位但下的千万居屋全线跌价,并出现楼价攀得越高,跌得越深现象。 九龙居屋王旺角富榮花园,扣入不足两年,估值跌近两百万元。屋丸首三位最贵居屋估值,全部跌超过一成,最高跌近两成。有放盘业主亦市下面对现实,减价求售,近期楼市下行压力大。 银行纷纷下调者捨高价成交的居屋股价,首十位最贵居屋。当中七宗下跌,则如冲康山花园抗跌力最强。股价不跌反升,最多升于百分之八。向来有九龙居屋王之称的富榮花园。 为全港盛产最多千万居屋的屋园。十大最贵居屋成交中,富榮花园已占其四。当中更有三宗成交价过千万元。其中一宗更只是两个月前。以1,012万元成交的四座中层D室。 实用592方尺。但现时银行网上股价已经下调至951万元。比成交价低百分之六。当中股价跌幅最大的。是2018年7月成交的17座中层额室。当时已破纪录新高的1,065万元成交。 同样是592方尺。但最新股价只有876万元。足足下跌百分之17.8。跌价189万元。为跌幅最劲居屋王。虽然股价下滑。但放盘价仍坚守1,000万元以上。 看农地产行政秘书不善而止。农历新年前,富榮花园单月录得五至六中成交。新春过后,无论私人市场还是录表市场。屋丸都零成交。但普遍业主叫价型强硬。不善而止。新春前富榮花园九座中层H室一个592方尺三房户。 业主夫妇年四个小朋友。一家六口居住打算换楼。于2月初放售单位。 起初叫价1,100万元。其后因有见市放淡证。减价90万元至1,010万元。 叫价仍坚守1,000万元以上。不止。始终屋院地理位置好。 指示短期影响。长远仍有信心。至于未保地价的三房单位。目前普遍叫价都预七百万元。 今年2月中,记者直击17座中层而失聚贵居屋王。不过可能当时仍于下午约4时左右。 屋内无人。记者按响门中梁九仍然无人应门。 但大门及门中都伸促。与其他原装大门有所不同。估计曾经自换装修过。